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从车上下来的这个人名叫张淑琴来自北京 今天他赶到这里是为了见五个特殊的孩子 想不想到北京去想不想 你想不想到天安门 你说想 想天安门 你看没没 这看着还都身体还都挺好的 就是看着还很结实的 你叫什么名字 王小龙 我们俩就是王小龙 比你更的高 有一个叫 有一个就叫王小龙 来来走吧 来走到一起不要乱跑 不要乱跑 走到一起 走到一起 张淑琴和这五个孩子非亲非故 在这次见面之前 双方没有过任何接触 张淑琴这次来到湖北孝赶 是要把这五个孩子接回北京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有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监狱的门口见面 这还要从这五个孩子父亲的特殊身份说起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年幼的他们却遭遇人生的巨变 这些孩子的灾难是你们造成的 父母造成的 外表的倔强却暗藏脆弱的内心 阳光下他们能否找回曾经快乐的自我 欢迎收看一线系列节目 守护花季之 太阳村的五兄妹 在监狱民警的带领下 张淑琴和几个孩子很快见到了孩子的父亲 先给爸爸见个面 去上去给爸爸抱一下 抱一下 去抱一抱 他就是五个孩子的父亲 名叫王忠亮 湖北省立川市中路镇人 是湖北省校赶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 2011年 王忠亮因犯盗窃罪背叛有期徒刑11年3个月 之后进入湖北省校赶监狱服刑 到了我遇到通过民警的谈话教育 那就到了他的家庭非常困难 他有五个小孩 最大的12岁 最小的4岁 在湖北省恩斯市立川的大山里 王忠亮深知 自己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 接受法律的惩罚 但是由于妻子在他入狱后一直在外地打工 家里只有年迈的母亲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一起生活 几番犹豫 他终于向监狱民警提出了求助 据了解 王忠亮的五个孩子最大的12岁 最小的只有4岁 其实6岁的奶奶自己身体也不太好 照顾五个孩子的重担几乎压垮了老人 奶奶经常就不见了 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把这五个孩子就扔在一个山尖上 他们家住的这个地方 有人的地方 不行要30分钟 破房子 破房子 他虽然不是窑洞吧 但是破烂不堪 王忠亮家庭面临的困境 深深触动了监狱民警的心 他们立即将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早在2006年 民政部等15部门就联合出台了 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 将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流浪儿童 无人抚养的扶行人员 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儿童 纳入保障范围之中 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因为很多扶行人员子女 缺乏适当的监护人 得到的实际救助十分有限 某市曾对全时扶行再教人员 未成年子女 共779人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占30% 其中49.5%的扶行人员子女家庭 负担不起学费 61.7%的受访者家庭 无人参加社保 校赶监狱领导了解到王忠亮家里的情况后 为了稳定王忠亮的情绪 让他安心服刑 和张书勤所办的北京太阳村 取得了联系 太阳村的全称 是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 是一个专门带养带教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的民间组织 张书勤是这家民间组织的负责人 建议跟我联系以后 我说五个孩子怎么办 我不可能把五个孩子都接来吧 我能不能接两个 那不行张老师 留三个也没办法 我那就接三个 他接三个留两个更不好办 后来我说那这样吧 五个孩子全部接来 2015年3月4日 这天一大早 北京太阳村的工作人员 和湖北省校感监狱的民警 就赶往王忠亮的家中 这个监狱的干警到他们家去 光开车就要九个小时 还在个大山上 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走 一个多小时后 他们终于见到了王忠亮的孩子 看到几名工作人员 最小的两个孩子躲在树后 窃窃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时王忠亮的亲戚也赶了过来 在监狱民警看来 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孩子们听了 应该很高兴才是 但是没想到 事情在王忠亮的大儿子小龙那里 遇到了障碍 小龙今年12岁 在家庭的巨大变故之后 孩子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了高度戒备 除了年迈的奶奶 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对突然出现的这几个 说要把自己和妹妹们带到北京的陌生人 他几乎本能选择了排斥 十二岁的大儿子 他把你们吃过饭给你们批财给你们喂书的是不是 你还记得你爸爸的样子吗 宝宝 有多少年 有多少年没见过爸爸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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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如果说今天去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在我们校感军宾馆和你妈妈在一起 明天呢 你妈妈 你爸爸 还有你们五兄妹一起团聚吃饭 他们吃不下 全部都去 五小五 你们五姊妹 五姊妹全部去啊 因为你现在是家里的唯一的男人了 你现在是男子汉了 你也已经长大 你看这个妹妹 很可爱 但是他们都还没懂事 了解到小龙的真实想法后 民警和太阳村的工作人员耐心进行劝导 还拿出了手机里短信 让小龙相信这件事确实是父母做出的决定 终于 内向而木讷的小龙 半信半疑 答应了民警的要求 孩子们和奶奶分别的时刻 很快到来 你把身体包装好 孩子又复原了 王中间带我们的父亲的话 他也和人家亲 他也和人家亲 都麻烦张老师 跟我带到 我那个两个当人的 可能有个人 有个钱那个家庭我一分没得 还是全在张老师里面 给我那些数据 那些据得不责 我会安排 好的好的 我们走吧 好 我走了 快来 小心啊 词 啰 dia 怕 你呀 assistants 打 吼 我们 都 你要 看 他 戴 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张淑勤的话虽然有些尖锐 但是却说进了服刑人员的心里 是你们把孩子 让孩子生活成这个样子 我就说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说话也是很尖锐 很尖锐 有哭成一片 我说 我觉得孩子既然交给了我 我愿意把孩子 帮你们养大 这个你就放心 等你们行满是放 回来来接孩子 很快 在监狱民警的安排下 王忠亮也见到了自己的几个孩子 除了让孩子 在进入太阳村前 再见见自己的父亲 张淑勤说 自己还需要和王忠亮 签署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 所有就是委托我们照顾孩子的服刑人员 有一份协议书 这个协议书叫 《委托带养带教子女协议书》 那么签了这个协议 我就是孩子的委托监护人 我就要承担起孩子的这个教育 他扶养他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 今天呢 我就代表我们太阳村 接受我们这个服刑员的委托 把这五个孩子呢 我带到北京 带到北京 等他心满失望 再把孩子接回家 那个 你愿意委托我们吗 我们只要求你 认认真真的 要感恩社会 感恩监狱 要认真的改造 早点把孩子接回家 那个咱们一起 咱们谢谢咱们的警察师傅阿姨 好不好 咱们的警察师傅阿姨 这都不 宝伯 这都不 这都不 对 谢谢 从创办全国第一家太阳村到现在 张淑勤和她的同事们 已经在全国发展了九家太阳村 在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 太阳村先后代养代教服刑人员子女六千多人 说起自己创办太阳村的初衷 曾经在监狱工作过的张淑勤 情绪略显激动 因为这个工作最直接的 最紧迫的 最急需的 与罪犯的 在监狱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与社会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会继续整合社会资源 把社会的关爱源源不断的 想要进入监狱 进入大墙 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社会的变化 父亲犯罪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严重的阴影 那么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来到北京太阳村的这五兄妹 他们的心理阴影能否化解 他们又能否适应太阳村的生活 这对于张淑勤和太阳村的其他工作人员来说 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陌生的环境 他们面临重重困境 这些孩子拿起架来 就是拿砖找斧头找刀 内心的心结 如何才能打开一线系列节目 守护花季之 太阳村的五兄妹正在播出 我们的院子里边还有鞦韆架 华华鞋 对 那是个 鞋在上面里有华华鞋 太阳村大不大呀 大不大 大 是吧 不熟不熟 慢慢就好了 这这好多了 有的孩子来在这哭 躺在地下大滚 有时候 躺在地下 躺在地下 有的还躺往大门口冲 都有 这几个孩子很不错 我觉得挺乖的 小朋友们注意了 那个张奶奶想告诉你们 今天呢 我们有五位小朋友到太阳村来 又成我们太阳村的小朋友 那个这几位小朋友呢 是一个家庭 咱们来 向他的掌声 热烈而温馨的入村仪式 让五兄妹紧张的神情 有所放松 仪式结束后 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宿舍 两个小一点的妹妹 被安排在了幼儿室 两个大妹妹小凤和小秦 则住进了另外一间爱心小屋 哥哥小龙住进了 不远处的男生宿舍 我刚来说就认识小女妹 因为她 我一刚来说 她就带我去 去在哪个床睡 然后就去那个床睡 也许因为都是孩子的原因 四个妹妹很快融入了太阳村 她们不仅不再有吃不饱 穿不暖的担忧 还第一次有了同龄的小朋友 我带着她 问点她们去宝宝室 看他们老五 仰比小凤等五兄妹 小米是太阳村的老村民了 来到太阳村 已经有一年多 性格也比五兄妹 要开朗活泼很多 你刚开始来太阳村的时候 觉得孤单吗 不孤单 我一点都不孤单 这个孩子很热情 很爱帮助人 比如说拿个小弟弟拉屎 他愿意去给他擦屁股 拿个孩子摔倒 他就会把他拉起来 洗衣服 他就帮着人家搓呀 帮着人家亮呀 特别热情 除了善解人意的小米 让五兄妹感到这个大家庭温暖的 还有每天都络绎不绝 来自各个地方的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 大多都是看到媒体报道后 来到这里 有的为孩子们 带来一些文具和衣物 有些则在村子里 担任一些短时间的义工 力所能及 帮助村子里的孩子 他们没有父母 甚至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那么大家在这里都是互相 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这个孩子们 他们更需要我们社会 我们各界的人士 来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像我们周六周日呀 有好多就是个公司呀 企业呀 学校呀 都会有人到太阳村来 就是看望孩子 有捐东西的 捐款的 帮着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的叫义工 叫志愿者 正是有了各级相关部门的支持 和许多志愿者的爱心付出 太阳村的发展才能越来越好 让很多像五兄妹一样的未成年人 有了一个庇护的港湾 然而 与四个妹妹相比 小龙却让太阳村的老师 很快感觉到了不同 走之前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他说让我看好妹妹 他也让哥哥看好我们 然后哥哥都不看 他也就不来让我们玩 入村后 小龙对四个妹妹表现的 很是冷漠 不仅如此 对自己周围的小朋友 他也很少主动接触 从在老家时候的抗拒 到现在的冷漠 一个仅仅12岁的孩子 内心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认为就是 不知道去前面我们怎么去做 而且他去了父爱以后 他犹疑自卑 那么他也会成为 前进的动力也不足 那么跟他人那种信任观 可能也出现问题 为了找到小龙心理问题的真正症结 太阳村工作人员 对他之前的经历 进行了详细了解 原来小龙在父亲入狱后 由于家境困难 学校曾经给他申请了 每年700元的补助款 小龙的奶奶到学校跟老师进行交涉 奶奶的这种行为让小龙觉得有些难堪 我觉得他的教室去吵了 那么多人都听到看到 小孩子都那么大了 他知道就是说脸上好像就没有光一样了 所以说就那一个星期读了之后 他就回去之后 他就不去 小龙选择辍学 这在奶奶和家里的亲戚看来 简直是蛮不讲理的胡闹 对他们来说 教育孩子最简单也是最好的办法 显然就是拳头 他们赶着小孩子去学校 小孩子不去 他拼命地往山上跑 他说然后插一点 丢在那个坑里面 他说插着那个弦砍上去了 因为他日过夫那个弦都跑掉了 为了退学的事情 亲戚们对小龙多次责骂 最终小龙还是没有能够回到学校 可是从那以后 绝大多数时间 他都选择了沉默 沉默都问不开口 反正他一直不说话 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不想去那个学校读书了 内心很封闭 不信任何人 也许在大人看来 这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的一种胡闹 但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 无疑又把这些都归咎于 父亲犯罪入狱 那么他出现了一些 就是沉默 孤僻 甚至说这个闭锁 出现了心灵闭锁的话 那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原因 有可能孩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他自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找到了原因 工作人员稍稍放下心来 因为在太阳村 刚进村时 孩子们几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这些孩子打起架来就是拿砖头 找斧头 找刀 我们有个女孩就拿着刀追人 她有这个报复心理 还有自我攻击 有个女孩就是发脾气以后就拿手 就抓自己的这个手 把这个自残就把手都抓了一道一道的 还觉得孩子的心理比较阴暗 所以对太阳村的老师们来说 呵护像小龙这样的孩子的心灵 让他们的心理能够健康发育 是比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更重要的事情 太阳村的孩子都分散在周边学校上学 一次 两个孩子突然在上课期间回到了村里 他说是 老师说不要我们了 我说为什么不要了 他说我们偷东西 哎呀 我一下子鼻子就酸了 我把孩子就摟到怀里 我学校不要他们了 我们把他往哪送呀 我太阳村能不要孩子吗 我把他往哪送 送到街上 还是送到街上门口呀 于是张淑琴领着两个孩子 找到了学校的校长 我当时就流泪了 我校长 你可以开除孩子 我能开除吗 偷东西 是他的毛病 咱一块帮助他 我说能不能给孩子一个机会 给或者张奶奶一个机会 孩子一下就哭开了 最终 两个孩子返回了学校 也从此改掉了 小偷小摸的坏习惯 正是有着种种类似的经历 太阳村的老师们 对解决小龙的心理问题 很有信心 他们不断鼓励小龙 参加各种活动 也找来志愿者 真正性的对小龙的情况进行心理辅导 就在前不久的六一儿童节期间 太阳村的工作人员安排孩子们 再次的前往了校赶监狱 去看望他们的父亲 但是这样的做法还是收效甚微 一段时间过去后 小龙还是那个沉默寡言 内向安静的孩子 在太阳村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 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未来 甚至影响到在他们成年之后 能否更好的融入到社会 那么如何帮助孩子们 找回自信 找回自物 这也是张书琴最为关心的问题 他们能够帮助小龙 找回曾经的快乐吗 各界关爱 呼唤曾经失去的爱 曾经麻木的心 正慢慢复苏 一线系列节目 守护花季之太阳村的五兄妹 正在不出 经过多次商议 太阳村的老师们认为 小龙的问题 还是出现在父亲入狱后 家庭发生的巨大变故上 小龙也知道母亲体弱多病 又孤身在外打工 照顾不到自己和妹妹 也是无难之举 但思念亲人 进而导致的失落感 显然不是一个孩子能承受的 他就妈妈就说 他为什么不来 他就说他在那边病了 他就说他还在吃药呢 于是 太阳村的老师和远在广东的孩子们的母亲 取得了联系 希望他能来看看孩子 这天一大早 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的徐妈妈 赶到了太阳村 此时 她悄悄地躲在远处 观察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在太阳村的爱心小屋门口 一位志愿者正在教孩子们唱歌 自从孩子们被送到了太阳村 徐妈妈就再也没来看过孩子 如今自己的五个孩子在这里过得怎么样 这也是他最想知道的 阿玛的突然到来 让几个孩子都有些不知所措 最小的两个妹妹 只是低着头 什么也不说 而两个大一点的女儿 似乎也有些尴尬 或许是太意外 几个孩子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而小米则兴奋地 把哥哥小龙喊了过来 其他孩子也表现出了兴奋的心情 他们也像自己的妈妈来了一样高兴 妈妈的到来 小龙并没有表现出一丝兴奋 他眼神多闪 表情木讷 所有这些 母亲徐庚香都看在眼里 但他也有些无奈 对于儿子更多的是愧疚 最担心就是 大的一个儿子 好像是 感觉他心情好像还没打开一样的 问他这里习惯不习惯 好不好 好 他就说这两句话 在所有人以为 这次让徐妈妈长途跋涉 来到太阳村 也许又是一次无谓的奔波时 让人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就在徐妈妈给妹妹们换新衣服的时候 小龙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里赚着一把钱 想要把钱塞给妈妈 你不要换新衣服 而且你防守你 不是新衣服 不要拿一个衣服 换新衣服 他妈妈走 真是 这衣服是什么用啊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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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再见 原来 在来太阳村之前 亲戚们给了一些压岁钱 几个月来 小龙一直留着 一分钱都没有花 来到太阳村之后 他通过勤工俭学 挣了一些零花钱 都攒了起来 如今 见到了妈妈 他终于可以 把自己攒的所有钱 都交给妈妈 儿子的举动 让徐妈妈感动不已 可是 当他想好好和儿子 谈谈的时候 小龙的反应 依然是沉默 通过长期的一些心理诊断 心理干预 心理治疗 来帮助他们 重新构建基地认知 就基地形成 基地心理 来把自己 内心里面的一些心理应用 或者一些负面的心理 要剔除掉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所有帮助的这些 爱心人 我非常感谢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真的 我和孩子 可能真是没有生成的机会 心理研究证明 一个健全温暖的家庭环境 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至关重要 而太阳村尽管一时无忧 显然还是无法与一个真实的家庭相比 正因为如此 生活在太阳村的很多孩子 也和小龙一样 心里变得敏感而脆弱 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比如每天都有很多志愿者来太阳村看望孩子 但很多都是放下东西 合影后就匆匆离开 再也不见回来 因为我们大了一些孩子就是上初中 或者已经出三必要了 他们因为不喜欢跟叔叔阿姨拍照 或者喝影 或者表演节目 因为他不想跟叔叔阿姨喝影 然后就想 然后每次接待的时候 就是我们小孩 接待 有的孩子不愿意照相 当然我也不太喜欢 来了以后就拉着我们的孩子 非要照来照去 放到网上 谁也不愿意 我觉得 我也是有时候无能为力 有时候也是不太想让他们 把自己和孩子照个什么相 放在这 放在那 放在微信圈 弄得 我也可难过了 就是我们容易给这些孩子贴标签 就是你们是特殊孩子 你们是弱势群体 我来帮助你 所以经常给他发物质的时候 给他拍张照 其实你看我们的孩子接受物品的时候 往往一定没有微笑 为什么他麻木 一方面 这太阳村需要志愿者们的爱心支持 但另一方面 又怕这种频繁而短暂的造访 给孩子的内心造成负面影响 太阳村的老师们经常陷入两难的境地 如果说真是为了孩子的话 我们应该更多的是什么 就是精神关注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我们说 对他的帮助来说 精神帮助的话 应该说要持续的 不能说变能 是断断续续的 每天像孩子 我们说 接受都是陌生人 这对孩子 应该说安全感 容社会 接纳他人是很困难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太阳村的老师们 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大孩子一律 在周六周日 叫勤工俭学日 去帮忙干活 比如说种菜 餐厅做饭 卖东西 我们让这些小的孩子 和来的客人 一些互动 一些交流 当然 在孩子们心里 最重要的 还是那个 有着爸爸妈妈的温暖的家 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村 你有没有梦想 因为我已经有好多 因为我也好多 梦想说一说 我不知道说哪一个 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 最想实现的就是 如果我长大的爸爸妈妈 他们还没老就好了 如果我长大了 他们还是年轻的时候 然后我就可以去 如果赚钱了 赚钱之后 然后我就出去买东西 然后就回来给他们呀 然后也是还带他们出去玩 再把我妈妈安买 我们的记者说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 小龙突然跑到小卖部 买了两瓶水 悄悄地塞给他们 这个细节 让我们的记者很感动 也能够看出 小龙的心 正在向那些 关心他的陌生人 慢慢敞开 我们祝愿 来自大山深处的 这五兄妹 能够在太阳村里 健康地长大 同时 我们也呼吁 社会各界拿出更多的爱心 不仅去关注太阳村 更多地去关注这样一个 因为父母犯罪服刑 而陷入困境的 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 因为他们和其他的孩子一样 都是国家的未来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 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